照战老所言的话 在紫辰虚灵塔之内 铸造而成的八荒玄种址 所用的材料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在整个虚无海中放眼望去 那可都是顶尖一般的存在 至于其他的材料 硝烟便是不怎么明白了 通常都是交给了丁岳 可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想到这里 硝烟心中难免多了一丝不悦 同时也多了一抹杀意 沦落至此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战斗 这一切若是要算恩怨 那必须算在斗神联盟的头上 也必须算在楚灵的头上 八殿下 楚灵 硝烟低声难难 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要上位 一方面除了长远的打算 另一方面便是希望能够更快地遇见楚灵 然后再杀掉楚灵 楚灵的驿长直接带走了 卫战队所有人的半条命 斗神联盟苦苦相逼 也是令得硝烟他们不得不穿梭重动 而重动乱流 定然也是斗神联盟搞的鬼 这些都是斗神联盟上层所作所为 如今硝烟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看 所以这一趟来到斗神联盟 硝烟定要将这斗神联盟 搅个天翻地覆 金榜大典 硝烟已经连胜九场 而在这九场战斗里 硝烟几乎都是非常轻松地 就解决掉了对手 还差最后一场 硝烟若取得胜利 就会直接击身 进入实力排行榜的前一百名 到时候 会根据这十场战斗中的表现 最终定出前十名 之后便会有一场挑战赛 百名皆可对前十发起挑战 胜者便能直接顶替其排名 一千三百场 硝烟手中的预见 已经出现了数字 而这些笔试完的 纷纷都拿起自己的预见 生怕遇到硝烟这个神秘的瘟神 简直强到令人发指 现在硝烟的身影 已经默默地走到了 第一千三百场的竞技台上了 这里仅仅是在那十座金色园台之下的位置 在那遥远的方向 硝烟轻轻抬起了自己的目光 然后扫射了一下 依然在那十座金色园台之上 闭目盘坐的鸡叶 而这个时候 鸡叶同样也是看向了硝烟的身影 然后 鸡叶便是向下方的硝烟 抛了一个极具魅惑的眼神 索性像这样的 短暂细微的小动作 在下面并没有多少人 真正地注意到 而在衣袍之下的硝烟 则是在心里暗自苦笑了一声 低声喃喃自语说道 看来 女人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而后 硝烟便是走进了那座竞技场之内 在这里战斗比赛的人物 如果和之前相比较的话 数量更是少了很多 不过 在这些众多的身影里 硝烟确实看到了两道 对于他而言 那都是无比熟悉的身影 显然 两人分别都是马龙宁和陈丽 不过两个人 在眼眸深处 所流露而出的目光 依旧是那么凌厉霸道 而且自信傲然 显得丝毫不尽人情 在这时 他们两个人 便是不由自主地朝着那竞技场之内 硝烟的方向 投来了好奇和打量的目光 不过 在被衣袍尽数覆盖下的硝烟 从始至终都没有抬起过头颅 以睁眼的方式 对上两人勘测的目光 两人所遇见的这一幕场景 令到两个人的脸上 表现出来的神色 都是十分的难堪和尴尬 很显然 这都是他们的第十场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场都是金榜大典 第一轮之中的最后一场比试了 唯有获得九次比赛的连续胜利 这份称得上是光荣战绩的人 才可以有资格 站到这个万人瞩目的地方 所以 在此时此刻 能够通过那既残酷又激烈的 一场场淘汰赛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在最终时刻 走到今天这个高度位置的人 全部都是在第九重天之内的最强者 不过 这些人们所谓的强者 仅仅不过是在斗神联盟中的 最后一重天而已 反而 陈丽和马隆明两个人 在半赏时间之后 所要比赛的对手 全部已经完全就位了 而硝烟所在的竞技场之内 他自己对面的位置 却依旧空空荡荡的 然后 过了好半赏的时间 都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前来应对硝烟这场比赛 对于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 在硝烟额头之上 不由自主地紧紧嗤气 而此时的硝烟 显然并不知道 在那人山人海的一众人群之内 有着一双精美的 泛着血红色的毛子 同样也是将自己的目光 投向硝烟所在的地方 就在他那纤细修长的 细嫩手掌的正中央 也是紧紧地攥住了 那枚极其微小的御检 而在那御检之上 出现了一行既短暂 又明了的信息 自己接下来 所要比赛战斗的竞技场场数 同样也正好是 第一千三百场 而这血红之色眼眸的主人 便正是中等界空 血神界的血冰蝉 此刻的他 狠狠地咬紧了自己的牙齿 然后在他的手中 轻微颤抖着 紧紧地捏着那枚微小的御检 接下来 在他的眼眸深处 露出一抹惊讶和为难 以及不知所措的神色 当然 在实际上 他的真实实力 在这第九重天之内 同样也是相当强大 凶悍的存在 虽然说 他之前九场数量的战斗 并非全部都是 完全碾压对手的姿态 而获得的胜利 但最起码 他也并没有受什么 比较严重的 甚至致命的伤 所以 金榜大典第一轮 最后十场战斗 他完全有那个体力 和其他的条件 拥有于九重天之内 顶尖天骄 战斗比赛的能力和胆量 不过 在此时此刻 他却在这极其微小的御检之上 清晰无比地看到了 在他第一轮淘汰赛中 最后一场比赛 所要面对的对手之后 几乎是在瞬间 血冰缠 便开始沾前顾后 犹豫不决了 真的是太相似了 若非不是他的话 恐怕我也根本 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在这一场比赛 我肯定是 必死无疑的下场 所以这场比试 我选择 直接系拳 在血冰缠 深度周全的思考 再三权衡 在认输和晋级比赛 两种选择的利与弊之后 拳击在隐谋之中 流露出了一抹 极为坚毅的神色 血冰缠在低声喃喃之间 便是将手掌中 那微小的御检 直接捏成了粉碎 而仍然还在竞技场之内 等待自己对手的消炎 则是在瞬间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获得了 这一轮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他甚至就连自己 接下来要面对的对手 都还没有真正见过 消炎便莫名其妙地 率先获得了第一轮 这十场比赛的连续胜利 而现在周遭 同样都是战火飘散 尘土飞扬 而唯独在消炎这里 却呈现一种异常平静的气氛 在第十座金色园台之后的位置 便是有着一块 将近百丈左右的黑色石碑 在上面显示的名字 还有排名等详细信息 都在无时无刻地变化着 在这石碑之上 最令人感到瞩目耀眼的 便是在石碑的最顶端位置 高高悬挂的 石刻清晰无比的名字 而这石刻名字也就是 这第九重天之内 实力排行榜的前十名 不过到现在为止 那实力排行榜上最终的十个字 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敲定 所以还要等待所有人 把这一轮最后一场战斗打完位置 在这场等待的时间以内 硝烟就只得是 安静无聊地盘坐在一旁 一边休养 一边等候着 那前十名最终敲定的时刻 在表面上 硝烟自始至终 都是紧闭着双眼 可是在实际上 硝烟利用自己强大圣经的灵魂之力 缓缓地在这片空间之中 每一个角落扩散开来 直到把上面比赛的场地全部覆盖 他观察着四周所爆发的 浓烈无比的战斗 在扫射了一圈周围的人物之后 硝烟在最开始的时候 便是注意到了马龙明 然后发现 马龙明的身法也是非常缜密 而且他在战斗时 使用的技巧也极为丰富 也难怪马龙明 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内 稳定地位居在 实力排行榜第二的位置 没有太大的变动 若飞之前的要崩 打了马龙明一个坐手不及 如果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不用要崩 让马龙明展开 全力疯狂的反攻的话 那么他可不是一个 好对付的角色 很显然 马龙明在第九重天的地位 向来都不低 所以同样也是 捞到了非常多的好处 在他手中 藏出不穷的寓意境 甚至借境的斗技 便是完全可以证明 在九重天之内的 非凡地位 寓意界斗技 本身已经非常珍贵了 不仅如此 在他的手里 定然也有 威能堪比借借的斗技 萧炎的招数 五重振天尺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打出 五段连击的程度了 同样 威力也是能够堪比 准借借斗技的 只是非常可惜的是 八荒悬重尺 估计在没有彻底 除掉那几个隐患之前 短时间内 萧炎都不能随意动用 自己最拿手的武器了 不过好在萧炎也并不是 依赖于武器来作战 虽然不能使用 八荒悬重尺进行战斗 但是如今 萧炎有着白燕 作为他自己的底牌 虽然白燕 也并非属于那种 进攻和杀伐用途的底牌 但在现实与敌人 进行实战的时候 那致命的短暂控制对手 出其不易的效果 的确是任何杀伐性质的底牌 都没有任何办法 跟白燕相提并论的 紫辰虚灵塔中 萧炎还有着火光蒲团 未曾吸收 待到先成为 第九重天的殿主之后 萧炎才会慢慢地 开始吸收 紫辰虚灵塔中的 火光蒲团 到时候 再进一步地壮大白燕 届时能够控制的 便不是单独一人 这么简单了 包括雷暴枪 也是不能随便使用 好在火拳 萧炎已经将其再度进化 从熄灭火拳 净化到了无畏火拳 其本身 虽然依旧是火焰爆炸 产生的恐怖威力 但至少看起来 还是或多或少 有一些变化 更何况 第九重天 萧炎现在唯一 还有些忌惮的 便是血冰蝉 但要说很忌惮 也是假的 毕竟 血冰蝉的实力 还不足以 对萧炎产生威胁 只不过萧炎 一向形势 比较谨慎而已 而且如今的萧炎 在斗神联盟 可并非独自一人 在萧炎的背后 还有着一支 隐匿在斗神联盟之中的 强大力量 那就是彼岸花 虽然现在彼岸花 还并没有完全认可萧炎 不过对于萧炎来说 要彻底掌控彼岸花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萧炎需要时间 去提升实力 也需要时间去了解 彼岸花这个势力的存在 这是尊上留给她的棋子 如果萧炎 真的就此放弃 这枚棋子不用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蠢了 萧炎之所以说出那番话 其一是 她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其二就是 萧炎在心里清楚 要笼络人心 压根不是凭借强硬的方式 威胁而得来的 那根本就不是人心 而且背叛的可能性 也非常大 所以 萧炎选择了暂时先稳住 因为现在彼岸花 都认识萧炎 所以萧炎之后 在斗神联盟之中的 一举一动 彼岸花的那些成员 都会尽收在眼底 要让彼岸花沉浮 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 所以萧炎并不能急于求成 等那个时机到了 自然会水到渠成的 萧炎在此时 特意地留意了 马龙明那场战斗之后 便是开始注意到 在马龙明的竞技场 旁边陈丽的身影 这是萧峰的 第二个记忆之中的仇怨 所以 陈丽同样也是 萧炎的必杀名单中的 其中一个 这时候 在一旁观察 陈丽那场战斗的过程 然后萧炎 便是立刻就发现了 其中的蹊跷 在表面上看上去 陈丽的战斗 似乎看起来 极为生疏和晦涩 可在实际上 陈丽的手段 却非常凶悍和残暴 真可谓是 毫无任何犹豫和掩饰的 刺向对手的要害部位 而且 在观察陈丽 在脸庞之上 所流露出的表情 略微地显得 有些平淡无奇 这一现象 也就可以准确地 说明一点 此时的陈丽 仍然没有施展出 自己的权力 去对付她的对手 甚至 她还保留了 一部分实力 看来陈丽才是 在这金榜大典之中 将实力隐藏得最深的 是一匹黑马 虽然那马龙鸣 也非常强大 但是陈丽的心机和城府 绝对要比马龙鸣 都是要高盛的秘筹 那反倒真的是 令人无比的好奇 真不知道萧峰 为何最大的仇恨和怨气 会全部由这陈丽的身上产生 那个陈丽究竟是 做过了什么事情 竟然会令得萧峰 产生如此浓烈的怨气 在萧颜心中 思索而且回忆着 她自己进入第九重天之后 以陈丽几番下来的 交谈具体内容 那的确只像是普通的朋友 一般的嘘寒问暖 这么简单明了而已 萧颜自己甚至都是感觉不到 源自于她的丝毫杀意 可是 萧颜亲自看到 萧峰遗留的第二段记忆中 在这记忆画面之内 萧峰反倒却是无比地怨恨这位 和她关系如此紧密无间的朋友陈丽 那么 这至少就可以说明一点 在两者之间 定然是有着一段 极其阴暗晦涩 不为人知的故事 对此 完全不知道所以然的萧颜 反倒是在心中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好奇 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 伴随着时间逐渐往后不断地推移 那偌大的比赛广场上 竞技台上的打斗生意 正在渐渐地平息下去 在那金色圆台的最下方位置 爆发的战斗 基本上已经完全结束了 但是在接下来 除了金榜大典的第二轮 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为自己实力排行榜上的最终排名 竞争和角逐 现如今 仍然注立在金色圆台之下的 同样也是有将近数百道的身影 不过在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 只要能够跻身进入金榜大典的前一百名 便是已经感到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他们也从来没敢想过 奢望进入到前十名的行列之中 就更别提这种九死一生 有着非常大的冒险性和不确定性 挑战店主基业的事情 在这里的大部分人物 来到这里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观看最为精彩的比赛 就是唯独有着那寥寥无几的人物 他们这一趟 纯粹就是为了争夺那实力排行榜上 前十名的存在而来 所以像这样的挑战赛的话 也并不可能会耽搁过于漫长的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